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嗨 大家好 我是占星师苏菲亚 在节目开始之前 要请大家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 因为大家的支持呢 就是我们持续做好节目的动力了 来台南五月的运势吧 五月份啊 这个月份是一个变化多端的月份 而且这个变化呢 很像我们在热恋期之后 那个既有的关系 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可是呢 双方之间会来到了一个磨合期 有的时候啊 我们会觉得对方不够爱我们 而且呢 会有一种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的感觉 可是这个时候 可能有另外一个人 忽然跟我们搞一点小暧昧 然后呢 每天嘘寒问暖 搞得我们内心痒痒的 你会觉得 嗯我是不是太早把感情定下来了呢 五月份就是这个状况 那么从心上的角度来看是怎么样的呢 事实上 延续四月底到五月初 土星跟天王星 都会持续处于一个冲突的状况 所以我们的确 很多人都还是会在一个 关系或金钱的压力之下 可是随着金星 水星逐渐进入了双子座 大家会发现 问题有了解决的空间 因为可以开始讨论 可以找寻其他的方法 然后到了五月十四号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天象出现 叫做木星进入双鱼座 本来木星跟土星都呆在水瓶座 土星呢代表的是 在既定的计划之下努力行事 而木星会带来成长的机会 可是现在木土分家了 所以我们原来做的计划 它就不会像之前一样 快速的成长 或者是快速的扩展 反而呢木星呢 进入了双鱼座 会带给我们其他的希望 其他的诱惑 其他的成长可能 更有趣的是啊 在五月二十三号的时候 土星也开始逆行了 逆行五个月 那么到了五月底的时候啊 水星也开始逆行了 我们知道水星逆行呢 都代表着节外生枝 或者是有一些事情 我们必须要重新的 调整啊 解决问题啊之类的哦 所以可以看到 既有的情形 会有个现在这样的状况 可是我们会有新的机会 但是呢 木星其实啊 它呢会在双鱼座待到 七月二十八号哦 所以呢 这一股成长或是新鲜的动力 它其实也不会维持太久 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现有的生活跟计划里面 所以啊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其实五月份比较像是个逛街的过程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选项 来帮助我们思考我们究竟要什么 还有我们要的东西上面是不是有更好改进的第三种方法 其他的可能性 就个别的星座运势来看的话呢 请大家参考上升跟太阳星座 五月份财运最好的族群啊 就是固定星座了 如果你是金牛座 天蝎座 獅子座跟水瓶座朋友 我要恭喜你 这个族群啊在五月初 特别是五月五号之前 其实特别痛苦 但是只要度过了之后 甚至呢 进入了五月十四号以后 你就会感觉啊 有一种倒吃甘蔗的快乐 金牛座的朋友呢 你在事业或人生方向的问题 将获得解决 有贵人相助 最能够赚正财事业财 天蝎座的朋友 五月十四号以后 你会比较有胆识 比较敢冒险 也比较快乐 同时呢 你会有更多的机会 利用别人的帮助 来发展自己的新的成长 比方说你可能会投资 合资合伙 或者有人找你帮忙什么事情 所以啊 天蝎座在五月份 特别是中旬以后 特别容易有赚钱的机会 试着做朋友 现在的你可能在为某些关系 不管是工作上 还是感情上的事情和烦恼 但是进入了五月初以后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有谈的空间 同时你会发现 呃 当你做了一个选择之后 新的伙伴 新的情境 就会开始有新的可能性 比方说 你决定 重新跟某个人 修好关系 或者是 你要跟新的人合作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有前景的哦 跟以往是不同的 那就有赚钱的商机 水瓶座朋友 在这个月呢 你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 因为你有不错的 游戏 休息 休闲的机会 但是 我觉得水瓶座啊 并不会这样就善罢甘休 你们会看到新的机会 因为想要把自己的兴趣做成 也许是投资 也许是创业的方式来赚钱 所以这个族群 我觉得五月是有一个赚钱的契机 第二组呢 是人际关系跟事业运势很好的变动星座 如果你是双子 射手 妇女双鱼 我要恭喜你哦 这个月是你们的大月 特别是呢 5月26号的月时啊 又来到了射手座 而且整个月份 特别是从21号开始 就进入了双子月份 对于这一个族群是非常活跃的 你们会有很多的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重要的消息传出 比方说双子座 你这个月呢 哎 桃花很好 人缘很好 很容易吸引人家的目光 特别是呢 你想做什么事情 一呼百诺大家都来 所以双子座呢 在人气上面是非常旺的 射手座的朋友呢 这个月会觉得比较轻松 或者是你比较自在 而且呢 你身边会有很多的亲朋好友 常常围惧过来 帮助你 所以呢 你也是很有人气 跟贵人运的 但事业上面来讲呢 处女座你就很棒了 特别是这个月 你可能会发现 哇 你有升迁啊 或者是得到一个舞台 或者是得到大家帮助 然后呢 开始发展你新的计划的时候 但是要小心啊 你可能忽略家人 或身边的人 不过要记得哦 不管是处女座 还是双子座 这个月 因为月底有水星逆行的关系 所以呢 可能有些事情一拖 就容易再拖了 不见得不好 但是可能没有办法 如预期完成 那么双鱼座朋友呢 因为14号开始 木星就进入双鱼座了 所以呢 所以呢你们会感觉到 哎 好像有一种直觉 有一种远见 哎 未来是有希望的 即便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但是你有一种感觉 你现在可以布局 比方说你看到公司里面 好像有什么变化 你未来可以卡那个位子 好 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动作 所以双鱼座呢 在事业上面 是有一些小的契机 同时也可能有旅游啊 搬家啊 或者是跑来跑去的机会 让你感觉 嗯 比以前更自在活跃了 最后我们来谈到的是 比较轻松啊 比较惬意的基本星座 白羊座 天秤座 摩羯跟巨蟹 五月份呢 基本上在月初的时候啊 你们比较忙一些 要处理一些跟金钱的 人际利益有关的事情 稍微烦恼一点 过了之后 哎 生活就比较平顺了 除了该有的事情以外 你们有更多的机会 去学习新的东西 接触新的人 白羊呢 跟天秤 你们特别容易有旅行的机会 或者是谈异业合作的可能 甚至也会有出版哦 或者是想要学习新东西的可能性 巨蟹座跟摩羯座呢 在这个五月份啊 有可能暂时休息一下 你们会去思考未来可以做些什么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们去认识 相关的人事物 即便不做任何事情 你们也在慢慢的去理清那个头绪 再开始慢慢的布局了 所以啊 基本星座朋友 我觉得这个月份 是你们很棒的充电的时候哦 以上呢 就是五月份的运势了 希望呢 能够帮助大家 早点做好五月的计划 我是苏菲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月再见